全球的观众朋友 您正在看到的是 浙江卫视M72022 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的现场 今晚请允许我邀请各位 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这一季的四位导师 他们分别是李文老师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到 中国好声音的 这个是最顶尖的 一个唱歌比赛 他们是有才华 是有实力 观众喜欢他们的 才走得这么远 每一个给予好声音学员 支持和鼓励的亲人朋友 还是些许的青涩 而我相信这里一定是 播好声音巅峰之夜的现场 本节目也有每位三奶 谢谢 让我们谢谢刘德华 这份属于我们大家 骨子里的激情 在表演结束后 关闭投票通道 学员个人表演秀 则在下一位学员VCR站 为巅峰之夜冠军候选人 各自战队学员 连妹演出 第二组出战的是 李文导师和他的冠军学员 来自浙江金华 22岁的王泽鹏 宣布王泽鹏的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了 王泽鹏的投票通道 这一刻关于王泽鹏的投票通道 关闭了 这是Coco第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 与冠军学员在这一刻演唱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一刻的心情好吗 哇 其实呢 我来到这个呢 其实蛮突然的 就是接棒 可是我觉得来得很值得 因为我感受到就是这一群年轻人 很热血 很真正的爱音乐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 为你们觉得骄傲 请李克勤老师和他的冠军学员 梁玉英演唱《飞花》 我曾最美 《飞花》 很开心吧 我们请李克勤老师先回到老师请 谁离冠军候选人更近一些了呢 请上我的同事 唱得真好 唱得真好 第二顺位演唱是来自李文战队的学员 王泽鹏 现在我们宣布王泽鹏这一轮来 李文战队的所有学员们到你们了 请吧 其实王泽鹏在私底下 是一个很搞笑很搞笑的人 谢谢你们的加油鼓励 让我们欢迎王泽鹏带来他个人秀表演 他和他相聚 却没来得及 再说一句 引着十月一足共铭 SOME THINGS RUN 像预外来不及分 是你忍于负担 SOME THINGS WON 我们的奈何 在这里 我们可以回到这里 谢谢 谢谢泽棚 李梅老师 看完了他表演 您的感受能与我们分享吗 感动 非常感动 刚才在这个台上呢 你发光发亮 你好像那一只音 这飞 让我感觉很享受 谢谢老师 24强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非常好了 然后到了 22进11的时候 我又安慰自己 非常够我出去吹牛的了 今天 真的是最后一场了 我觉得我已经把我最想唱的歌 唱给大家听了 没有遗憾了 在这个舞台上 请我的同事送上 到目前为止的积分统计 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 两位的得分比较 目前王泽鹏得分 七百三十八 因为这首歌呢 是我个人私藏歌单里面的 我每年来好心之前呢 我有时候听歌 我就把我 都想谢谢 三位导师 这一段时间辛苦了 最后最后 荣耀东方 东方好酱酒 君道贵酿 与您共同见证 分统和成绩 八百零 根据规则 泽鹏 这一季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就是要跟这一季说再见了 就是可能以后 我不会再惧怕任何舞台 对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包括他敢把这只手放开 把自己放开 我觉得人最难的就是 改变自己是最难的 属属是这一届 我个人觉得是 进步最大最大的 李克勤战队厉害 让我们欢迎 李克勤战队梁玉颖演唱 飘选 家人来到了现场 我的弟弟跟我的妈妈 温暖来自何方 我如此坚强 她一大风水 付出了爱受不回 啊哈 给我一杯忘记谁 祝贺梁玉颖 祝贺梁玉颖 祝贺冠军导师李克勤 现在我们请李克勤导师 也来到舞台中央 一路以来的陪伴和见证 MC新品有气 超爽的 现在让我们有几台的 新青年城市 为每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 提供机会与平台的城市 中国好声音原创音乐基地 为你的梦想护航 好声音 明年再见